说到丰田RAV4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 在合资SUV车型的市场中 本田CRV大众图观日产齐俊 丰田RAV4可以说是合资紧凑性SUV市场中的老牌车型 他们的整体实力都获得了国内外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丰田RAV4相比同级车型在销量略显不足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外观造型 而近日19款丰田RAV4也随之而来 首先就是它的外观造型方面 在2017年丰田推出丰田TNGA平台之后 旗下车型均摆脱了多年过于中庸保守的设计风格 19款丰田RAV4也不例外 整体造型都是采用了年轻消费者喜欢的设计风格 整个车身采用了较硬朗的设计风格 六边形的中网内使用了黑色蜂窝状进气格山点缀 配合两侧犀利动感的前大灯 营造出不错的视觉美感 粗壮有力的保险杠还为它争取了不少视觉冲击力 车身侧面从前轮拱位置延伸出一条微微上扬的硬朗腰线 勾勒至后尾灯处 在增加硬朗氛围的同时还增加了一定的视觉长度 车辆下方四周还加入了目前国内SUV车型上常见的黑色材质包裹 车顶的线条相比线款更加漂亮 变得更加平直硬朗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和丰田Lexus有着相似 连内饰也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整体内饰设计在一定基础上 使用了丰田亚洲龙的设计风格 这样的内饰对于一项保守的丰田而言实属罕见 全液晶显示屏悬浮式液晶屏一键启动 无钥匙进入 电子手刹等主流配置 而且用料相比线款车型要更加厚道 最后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了 该车采用了稳定性极高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2.5升加8AT动力总成 从该车的各个细节来看 它已经具备了爆款车型的基本条件 如果是有价亲民 那么谁还在买本田CRV 大众图观L日产齐骏呢 都是让人像死灵团 谢谢您 老婆 那边也希望权够了 好! nan